MV的主題就是如果你回到以前 或者如果你找到你自己最開心的地方 是怎樣 怎樣得出這些東西的呢 就是我和導演陳建朗談了很多設計 今天拍攝的時候 自己真的有回合 就這樣慢慢試和慢慢談出來 所以中間就會有不同的造型 可能會穿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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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可以是沒有根據的 因為如果電話程是在說千萬個如果 那就把很多個如果放進去MV 如果我是一個長頭髮最西東的人 如果我聽到一個電話 如果這個電話可以叫我做自己 那我就脫下我本身有的所有裝飾 或者脫下我所有的外殼 做回一個真正的自己 進入這個幻想的世界 對我來說就可能跳舞跳locking 然後就看一些以前初衷點 初心點單純點的開心 然後再慢慢就 如果有問題的兄弟呢 那就有Elting和何啟華出現 當過了這些階段之後 你再表演是什麼呢 就會去到那個紅色山那裡 然後再回去那裡 就和其他朋友再跳舞 那就是想有不同的設定 不同的舞種 就是想這個MV多元化一點 紛紛一點 然後想一個 就去一個真的care free 自己自在一點 輕輕一點的感覺 我第一個MV就是想找一些 我的朋友去演 因為最原初 最先初 最versionversion one 的時候 我就想著找這群朋友 去一個故事性多一點的靈險 本身是這樣 但是就和導演聊聊聊 不如做這些流動多一點 交流多一點的東西 最難忘的部分 我自己也猜不到 是這個部分 就是我上了去那個透明的舞台 然後最後的動作 就是我和兩個兄弟就躺在那裡 然後那個航拍機就這樣飛過來 就是要在我上面 這個moment是最辛苦的 因為你已經跳到濕了 很累 很多汗 然後那個四把強烈風扇就不斷 這個是最辛苦的地方 爹威也沒有這麼辛苦 找阿Dee和Alton過來同框 這個心願 我相信我們三個都有 只是給我先用 是我先提出的 一向他們也沒有這麼想 他也沒有這麼想 連導演也沒有這麼想 但是我就想 我第一個MV 不如把兩個最重要的兄弟 都嘗試放進去我第一個MV 我有這個想法 他們又很快地答應 我就非常高興 有沒有想過拒絕 其實 有的 只是說笑而已 怎麼會拒絕呢 我希望 今年拍完這個MV之後 有更多我們三個人同框的事情發生 一來就是我本身都很喜歡Lokman 就是由狂舞派那個 那個時候的出來 我很喜歡他 其實我拍MV 我自己和自己說 就是一連一條的 那今年的Quota就給了Lokman 我想最困難是因為我們玩Loktick 都比較長的位置 就是很多釣渡 以及位置要合得很準 就是隨便一方 掉了 那就要重新來過了 我們看不同的影像 都有一個固定的Pattern 那我們如果用一些放長一點的鏡頭 會是怎樣呢 那都是另一個說故事的方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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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